那1997有倉置業,那就是Sally來的 她37元買,但那位沒有走到,現在要不要走呢? 這隻股就好看,接下來香港那邊的疫情的發展 如果真的去到這個月的月底,慢慢的經濟活動 或者一些商店營業都開始回復正常 那對她來說是會有些振奮的 特別的消費券推出 見到這一個星期我自己出,她可能譬如同紐灣買東西 都真是人頭湧湧的,周圍都那些人拿著消費券去購物 那對於你外期下的商場來講,即時那個幫助呢 應該幾明顯,那但是始終消費券都是一次性的嘛 那你拿完就沒有的嘛 那另外就是你開放經濟之後,那大家開始聚集了 那又會不會有些新一波的疫情又會再發展下來 那又要再迫著她有一些封鎖的行動呢 那這個東西都說不買 那所以你現在買一隻糕倉呢 都是叫做窩著石頭過河啦 那短線你說炒一下上落呢 那我覺得都有一些直播空間 那但是你問我,中線的發展 始終接下來疫情的走向啊,病毒怎麼變種呢 就沒有得估的 那所以這些股份我就不建議說買太多 或者不建議說拿得太久了 嗯,好啊,那我們 我して了解一下 那什麼噢呢 那這個不是那麼大聲嗎 我就是把這些股份都被抓到 那還是 comed起來 你也不給其他人 你會想說這麼大聲嗎 我跟你說 時間,但是我們可以做一點點 我們可以做一點點 ,我們可以做一點點